大家好,我是依依 冬至到了,记得要吃饺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萝卜饺子的家常做法 先和面,加入1000克中间面粉 面粉根据家里的人数进行加减 加入3克盐 打入两个鸡蛋来增加面粉的精细 让煮好的饺子口感会更好 一斤面粉加入大约265克的清水 搅拌成絮状的时候 把它们揉在一起 揉成一个稍软的大面团 面团揉好后,用盖子盖住,饧滑半个小时 下来锅中加入一碗清水 放入洗净的八角和发焦 开大火煮开 两分钟后,关火,稍微晾凉 下来把切好的葱片和姜片放入碗中 把大料水倒进来 用手把葱姜汁给抓拌出来 抓拌好后,浸泡5分钟备用 接下来把时间的萝卜用叉子擦成细丝 当锅中的水烧开后,把萝卜丝倒进去焯水 焯锅水的萝卜包出来的饺子比较香甜好吃 10秒钟后,把萝卜丝捞出来 放入凉水盆中 把萝卜放入砂布中,把水分挤干 再用刀把萝卜丝剁碎 然后把剁碎的萝卜放入盆中备用 大料水泡好了,用过滤碗把调料水过滤出来 准备剁好的猪肉馅 加入半勺老抽,三勺生抽,一勺蚝油,盐,鸡精,白糖,13香 搅拌均匀 把调料水分三次倒入肉馅中 直到肉馅把调料水完全吸收进去后 再加第二次调料水搅拌 这样调的饺子馅吃起来会更香 最后把肉馅搅拌至由这种拉丝钻石 打入一个鸡蛋清,搅拌均匀 再倒入适量香油,搅拌均匀 倒入切好的葱花 再把热油泼入葱花上,激发出葱花的香味 搅拌均匀后 再把剁好的萝卜倒进来 搅拌均匀备用 这回面团饧好后 放在大案板上 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再把面团分成三等分 按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小面团揉成长条状 再切成等分的小面剂子 把面团揉均匀 把面团揉均匀 再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 下来开始包饺子 可以把饺子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今天捏了两种形状的角质 饺子全部捏好后 就可以开始煮饺子了 锅里水烧开后 下入饺子煮熟 用铲子轻轻推动下锅底 防止饺子底部粘锅 饺子煮开后 添入一点凉水 继续煮开 反复这样 饺子煮了四滚后 就可以关火了 好了 咱们这个热气腾腾的 萝卜肉饺子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饺子皮薄馅多 鲜嫩多汁又好吃 香气扑鼻 看着就流口水 吃的时候 蘸上自己喜欢的蘸料 别提有多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 再加油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 点赞 评论 转发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 这一个顶两个 Rogers 没有 真的 转发 转发 转发